香港第三波新冠肺炎疫情严峻 应香港特区政府请求中央派支援队协助香港抗议 全国政协常委、香港义工联盟主席谭锦球 近日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 义工联盟已募集育万义工 协助内地医疗队进行大规模检测 我们祖国有医疗队来帮助我们抗议 大家都非常兴奋 我们在复医之后几天就已经有过万人参加 谭锦球指出 第三波疫情在社区爆发 更有许多无法追踪的隐形病人 经验丰富的内地医疗队赴港支援 是强而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经过与特区政府协商 义工联盟一方面会协助医疗队进行后勤工作 一方面则会协助配合自愿检测的市民 派发检测工具及协助填写资料等 香港现在是危机的干头了 要是控制的不好 大疫爆发也就面临着高风险 所以我们义工联盟的成立 就是要在这个时候要有所担当责任 早在今年疫情爆发之初 香港义工联盟就积极响应特区政府号召 率先捐出30万只消毒搓手液和30万个口罩 并组织派发抗疫物资给基层市民 探访及送防疫物资到弱势社群及慈善机构 数以万计的义工在香港的街头 日夜为抗疫奔走 谈紧求补充 接下来义工会继续深入社区 暴露在不同环境中有一定的风险 但大家无惧风险前来报名 还自备防护用品 他透露 本次义工招募在年轻人群体中反应非常好 约2000名年轻人加入 积极性较往期活动更高 有个反应非常好 我觉得这个特别是青年人能够给他加油到这个医工服务里面 能够帮助他们增强社会和学辅助的责任感 谭景求表示 获得国家派出医疗队协助 香港人很有幸福感 相信在祖国强力的支持下 一定能打好防疫战 无论是维古过去还是现在 我想将来也是只要香港有需要 我相信祖国也是我们建成的后登 一定是给予支持 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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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